十七,香港相報,爭取創科局大聯盟叫停拉布 2015年7月18日香港新聞A09香港相報信 記者李奇報導,今日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加開會議的最後一日 完成後財會將正式放暑假,委員會在反對派持續拉布下 昨日僅通過公務員加新的撥款申請 以及有關十億回收基金等四項民生撥款申請 為營未為創科局的議程進行審議 爭取創科局大聯盟作與二十名異界人士到立法會請願 強調現時距離撥款通過緊一步之遙 加上設局撥款已一等三年 呼籲反對派立即停止拉布 財會作通過公務員加新撥款財委會 會作日連續第四日加開會議,在開會一小時後 委員會以41票贊成,無人反對下 通過公務員加新撥款申請 有議員關注,今年行會在薪酬趨勢剩指標以外 再加0.5%的加幅,是否與去年政舉 增加公務員工作量有關 公聯會國委強則表示支持議案 又指反對派聲言擔心資助機構員工因離職而無法加人工 卻將去年6月提交的議案拖至今年1月才通過 令離職者無法取得加新 批評撒拉布議員玩出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表示 由於今年三個有關申酬調查的指標都低於通脹 加上員方表達去年工作困難,希望政府特別處理 他強調政府在決定加幅時考慮的六大因素 不會有次序排列,比重難以量化 而通過有關項目後,公務員的薪酬本語就可調整 資助機構方面亦可於下月加新 二十名業界人士狠批反對派財委會 又花近三小時審議成立10億元的回收基金撥款 最終以二十六票贊成,三票反對,三票棄權下通過 環保處指 由於每個申請項目,都需要審查資料 基金有約八千萬元是行政費和監察費 其餘約一千多萬元會用於研究和推廣 環境局副局長陸工位置 回收基金的目標,是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 並沒有定出回收數量目標 政府會找方法扶持回收行業 二、三年後會繼續檢討現時回收模式 另外,向中小企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 將絕資五十億及向建造業議會撥款一億議會上獲通過 然而在反對派拉布下,財會繼續探萬版審議撥款 令創科局遲遲未進入審議階段 爭取創科局聯盟昨日就與約二十名業界人士 在財委會舉行會議期間到立法會示威區請願 他們高叫香港要創新、發展不能拖等口號 要求反對派停止拉布 盡快通過成立創科局撥款